人死后去阴间的过程 第六关 孟婆汤 孟婆汤又称忘情水或忘忧伞 一喝便忘前世今生 孟婆一般在奈何桥头发放孟婆汤 而不是桥上给人发汤的 每个人都要走过奈何桥 孟婆都要问是否喝碗孟婆汤 要过奈何桥就要喝孟婆汤 不喝孟婆汤就过不得奈何桥 过不得奈何桥就不得投生转世 一生爱恨情愁 一是浮沉得失 都随着碗孟婆汤 一望的干干净净 今生先挂之人 痛恨之人 来生都情同末路 相见不适 阳间的每个人在这里 都有自己的一支碗 碗里的孟婆汤 其实就是活着的人一生所流的泪 因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 都会落泪或喜或悲或痛或狠或愁或爱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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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梦国 将他们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 煎熬成汤 在他们离开人间 走上奈何桥头的时候 让他们喝下去 忘却活着时的爱恨情愁 干干净净 重新进入六道 或为天 或为人 或为处 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 你喝下孟婆汤 因为这一生 总会有爱过的人 不想忘却 孟婆会告诉他 你为他一生所流的泪 都熬成了这碗汤 喝下它 就是喝下了你对他的爱 来的人眼中最后的一抹记忆 便是他今生至爱的人 喝下汤 眼里的人影慢慢淡去 眸子如出声音而般清澈 喝过孟婆汤 能忘掉尘世间的苦与愁 哀与乐 只要喝了他的汤药 前世今生的修愿 便会忘得干干净净 来世重新为人 天挂之人 痛恨之人 来生都将情同末路 这种